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4月5号星期六的VEOA卫视 我是李一华 VEOA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今天又到了周末专辑的时间 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将有美国王花筒节目 我们将为您介绍今年美国好莱坞和电视圈 吹起了一股浓浓的宗教风 这一期的新潮USA栏目里 我们将为您介绍健康和医疗方面的新技术和动向 此外这个小时还有英语学习等栏目 欢迎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VEOA卫视周末专辑 不过首先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 工作人员开始在偏远的南印度洋海域水下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一个月前这架波音777客机从雷达上消失 配有水下声纳的船只和多架军士和私人飞机 星期六前往约在澳大利亚博斯西北方1700公里处的印度洋海域 搜寻工作目前变得更加紧密 根据估计黑夹子的电池将在几天之内耗尽 前澳大利亚空军上将安格斯休斯顿星期五说 澳大利亚海军船只目前正在240公里宽的海域 使用美国海军的脉冲信号定位仪 探测失踪客机黑夹子发出的信号 有关当局估计黑夹子电池大约将在下星期一耗尽 不再发出信号 下个星期一是自这架原定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客机 神秘失踪后第30天 一场多国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至今仍未找到有关这架客机的任何线索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目前正在日本进行访问 他将向当地官员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 哈格尔星期六在东京附近的美军恒田空军基地发表讲话时表示 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以及和乌克兰边境的军队部署 让亚太及其他地区的盟友感到担忧 华盛顿当局及其盟友表示 由于乌克兰并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 他们将不会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哈格尔对记者表示 在他访日两天期间 他将向日本领导人重申华盛顿对确保日本安全的决心 日本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目前就领土问题和中国僵持不下 中国声称对这个地区的几个岛屿拥有主权 华盛顿一再表示 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没有站在任何一方 哈格尔表示 美国希望该地区的国家和平解决这一争端 另一方面 根据日本媒体星期六的最新报道 日本政府有鉴于朝鲜在三月下旬发射中程弹道导弹 已经决定采取措施 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的行动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命令自卫队做好拦截朝鲜导弹的准备 朝鲜在三月二十六号向日本海发射了两枚导弹 小野四的命令旨在反应应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 日本自卫队接到命令之后 在日本海部署了搭载海基型拦截导弹标准三型的宙斯盾 误导 小野四的命令实数截至本月二十五号的朝鲜建军纪念日 另一方面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朝双方这个星期在北京举行的政府间磋商 虽然没有达成新的突破 但双方已经同意接下来举行更多的会谈交流意见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奥巴马政府正在重新评估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角色 之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采取的一些行动导致和谈破裂 克里星期五表示 如果以巴双方没有意愿为和平采取建设性的步骤 美国为此可以投入的时间和努力也是有限度的 他说 美国的努力不是无止境的 不过熟悉谈判的人士表 星期五晚间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和谈谈判人员 可能会在星期天举行另一轮谈判 他还说双方在最近几天里都采取了令人遗憾的危害和谈的行动 以巴采取的行动包括巴勒斯坦寻求联合国的进一步承认 以色列则取消了释放第四批巴勒斯坦囚犯的计划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继续修建定居点 也给谈判带来了影响 美国的调查人员说 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陆军基地的下市 洛佩兹开枪杀人前曾经与其他士兵发生过争吵 随后不久他开枪射杀了三个人 打伤了16人 美国陆军刑事调查司令部发言人 克里斯·格雷说 34岁的陆军下市 洛佩兹在开枪之前 也许和他的战友发生了口角 不过格雷还说 目前还无法断定具体的动机 当局表示 洛佩兹星期三下午走进基地里的一栋建筑 然后用半自动手枪开枪射击 然后他进入一辆车里继续射击 之后进入另一栋建筑 官员表示 洛佩兹在遭到军事警察拦阻后开枪自禁 胡德堡军事基地司令 马克斯米雷中将曾经表示 洛佩兹有显示精神不稳定或者心理状况的病史 这有可能是这次枪击的潜在原因 当局说 洛佩兹正在服用药物 治疗抑郁症 焦虑症和睡眠障碍 并且曾经要求进行是否患有创伤后压力障碍症等医疗评估 洛佩兹曾经在2011年在伊拉克服役四个月 但是没有参与过任何战斗 胡德堡2009年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枪击案 当时一名陆军心理医师向基地人员开枪 打死了13人 打伤了30多人 接下来 阿富汗选民星期六涌向投票站 在严密保安的措施下 选举激辛的总统 星期六早上第一批投票的选民当中 有现任的总统卡尔扎伊 在他担任总统将近12年之后 根据宪法不能再竞选连任 投票结果预计在几个星期后揭晓 如果八名候选人的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 就要举行第二轮的投票 阿富汗全国各地戒备森严 反叛分子声称要破坏星期六的投票 在此之前有多起暴力事件发生 不过星期六的投票过程似乎比较平静 阿富汗官员说 已经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几十万安全部队 为一千两百万选民提供保护 邻近的巴基斯坦已经关闭了所有往来阿富汗边境的通道 并且增加了兵力部署 希望协助阿富汗选举和平进行 巴基斯坦说 加强边境安全是在和阿富汗安全部队紧密协调下进行的 在阿富汗总统选举投票的前一天 一名警察向两名外国的女记者开枪 确定美国和北约军队2014年之后是否留在阿富汗 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比尔卫时的报道 许多阿富汗人对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总统选举感到兴奋 人们踊跃参加竞选集会 这次选举意义重大 如果我们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选举 它将显示 国际社会在阿富汗建立的民主制度发挥了作用 而这些投资是值得的 但是塔利班武装分子正尽其所能来干扰股票 他们在全国各地发动血腥的攻击行动 并威胁要杀害选举工作人员和选民 分析人士说 成功的选举对于阿富汗未来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需要这些选举顺利举行 以便维护宪法秩序 使阿富汗保持为一个完整国家 使阿富汗未来更具有不确定性的 是美国和北约军队今年之后是否留在阿富汗 一项双边安全协议已经协商好了 但卡尔扎伊总统拒绝签署这项协议 没有任何压力任何威胁 以及针对我们人民的任何心理攻势 能迫使我们签订安全协议 如果外国人想离开 他们今天就应该离开 但是如果没有安全协议 阿富汗可能再度回到无政府和内战状态 可能再度成为基地组织 那种跨国恐怖组织的避风港 弗雷德里克·卡根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主持 严重威胁项目研究计划 如果我们没有双边安全协议 如果奥巴马总统选择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 对阿富汗 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和全球利益来说 都将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阿富汗经济大多依靠数十亿美元的外援 如果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 这些外援将消失殆尽 阿富汗议会议员舒克里亚巴瑞克扎说 这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双边安全协议也意味着 阿富汗人能有健康的经济和安全的环境 但是安德鲁·华尔德说 选举公信力面临的最大危险 可能是非法操纵选举结果 对我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舞弊 假如出现大规模舞弊 而应对这种舞弊的争议解决机制 又不见绝 选举结果将失去的法性 专家说 禁止大规模舞弊行为 重要的是阿富汗人民和败选的候选人 要接受选举结果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阿富汗这个星期选举出一位新的领导人之后 已经担任阿富汗总统12年的卡尔扎伊即将卸任 根据宪法 现年56岁的卡尔扎伊今后不得再参加任何的竞选 很多人认为 星期六选举后的权力交接将确定卡尔扎伊留给阿富汗什么样的遗产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4月5号的选举将是阿富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他将见证塔利班倒台之后第一次民主权力过渡 总统候选人阿尔萨拉曾在卡尔扎伊政府中担任资深部长 他对卡尔扎伊为推动自由和公正选举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和平离任大加赞扬 这将是阿富汗历史上首次通过民主方式和根据人民的意愿更换一位总统 而卡尔扎伊是让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人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 除此之外 假如他允许以不正当的方式将权力交接给某一特定人选 他的历史地位将受到影响 这个星期的选举还要归功于卡尔扎伊协助起草的宪法 这部宪法禁止他竞选第三个五年任期 国际危机组织的研究员史密斯说 这次投票将确定卡尔扎伊在历史中的地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 卡尔扎伊将留下一个非常积极的遗产 他将是一个民主或者说比较民主的国家的开国者 他还将是第一个将权力和平交给继任者的总统 这将是阿富汗自1901年以来第一次和平权力交接 因此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遗产 多年来不断有人批评卡尔扎伊 未能成功打击腐败和镇压塔利班反叛活动 但他也被认为是一个能够将这个多种族多派别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的人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哈利勒扎德说 尽管卡尔扎伊任内有缺失和不足 但他的政府所取得的进步相当可观 我认为卡尔扎伊总统的遗产总的来说是积极的 以我看来他接手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不管是经济 是社会发展 国家机构 还是社区部族关系 这个国家都非常贫困 他接手时情况非常糟糕 但在他任期内 阿富汗取得了很多成绩 他是一个把不同社区部族团结在一起的人 他不会因为人们不同意自己的观点 而把他们扔进监狱 言问自由得到尊重 在阿富汗部分地区 学校重新开门 妇女享有更多机会 政府机构有效运转 但在其他地区 腐败活动仍旧猖獗 效率低下的管理和广泛的贫穷 导致人们转而支持塔利班 在任期最后一年 卡尔扎伊越来越与帮助他掌权的美国政府 拉开距离 他拒绝签署 他参与谈判的有关2014年之后 美军继续留在阿富汗的双边协议 卡尔扎伊说 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继任者 接下来世界贸易组织将在4月7号召开贸易谈判委员会 新一轮的会议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 承诺在2014年让多哈谈判重回轨道 然而由于多哈谈判难以给予中国和印度等巨大的新兴经济体利益刺激 这些国家缺乏推动多哈谈判的动力 谈判陷于僵局之中 下面继续请看报道 如果缺乏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有效参与 任何想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的努力都将是无效之功 然而由于缺少利益的刺激 目前这些新兴经济体都不愿在多哈谈判中更多让步 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 在总干事看来 如果无法有效地将农业纳入议程 就无法达成下一轮协议 我指的是市场准入和削减补贴 如果想要推动市场准入 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 必须要牺牲本国农民的利益 降低关税 以利于农产品进口 可是如果没有利益的补贴 他们不愿做出让步 在全球各地主要商贸中心 设有办事机构的市强律师事务所 国际贸易高级合伙人坎宁安说 现在多哈谈判进展最大的阻碍 来自于印度而不是中国 印度需要在谈判中得到足够多的利益 才会愿意做出让步 降低农业关税 但是贸易自由化 并不会为印度带来很多好处 多哈谈判陷入僵局的另外一个原因 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不愿降低农业补贴 世贸组织发言人维克多尔说 除非找到一些别的东西作为回报 美国 欧盟 日本和挪威等国家 不会接受更严格的农业规则 这些国家为了绕开棘手的农业议题 同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自由贸易 一些区域性的谈判应运而生 然而市强律师事务所的坎宁安认为 如果要真正推动世界自由贸易 有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议题是无法避免的 即便是炙手可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也仍然无法替代多哈谈判 无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怎么样 我认为它是否会成功还值得商榷 但是即便它成功了 我想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多方谈判 对于中国来说 多哈谈判中的服务贸易协定部分 远比农业协定更加有利可图 中国在2013年底一改一往的态度 申请加入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 坎宁安说 制造业很好地在为中国服务 制造业大大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世界在发展之中 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 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 成为一股更加有效的力量 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中国将支持服务贸易自由化 这就是我认为中国将会更愿意加入 服务贸易谈判的原因 世贸组织仍然对推动多哈谈判 抱着积极的态度 并希望在今年内加快谈判步伐 世贸组织发言人罗克维尔说 很快你就会看到世贸组织 换上高速挡 加快脚步 我揣测 可能在初秋 当我们试图拿出路线图的时候 将会有很多不眠之夜 美国之音记者曾小英 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VUA卫视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 接下来 今年美国好莱坞和电视圈吹起了一股浓浓的宗教风 光是今年一年 好莱坞就将制作出16部大大小小和宗教有关的电影 不过宗教电影需要哪些元素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呢 稍后的美国好莱坞将为您介绍 电影最近在北美票房成绩不错 描述是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 欢迎您来到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是李一华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第27届儿童票选奖 最近在洛杉矶盛大举行 里面的奖项完全是由美国小朋友投票选出 可以说是儿童界里面的奥斯卡盛典 完全反映出当前美国小朋友最喜欢的流行文化 今年的最大赢家分别是饥饿游戏里面的 詹尼弗罗伦斯 还有英国乐团One Direction 而典礼另一个高潮 就是令嘉宾们唯恐避之而不及的律师袭击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精彩的画面 第27届儿童票选奖 3月30号晚上在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 珍尼弗罗伦斯和英国乐团 一世代One Direction各获得两个奖项 成为大赢家 不过他们都没有出席颁奖典礼 一世代除了赢得最受欢迎音乐组合 他们的歌曲Story of My Life 也拿下最受欢迎歌曲奖 一世代还录制了视频 感谢小朋友的支持 最受欢迎男影星由亚当桑德勒夺得 而最受欢迎很男角色 则由钢铁人小萝卜道尼夺得 本届的歌王歌后分别由贾斯丁和赛琳娜哥梅兹夺得 这同时也是赛琳娜哥梅兹连续第六次 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得奖 他也十分感谢小朋友们的不断支持 最受欢迎的动画片是冰雪奇缘 儿童票选奖可以说是美国小朋友界的奥斯卡奖胜典 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毫无防备的绿枝攻击 不管是多受欢迎的明星上台都躲不过 除了主持人马克华伯格南逃绿枝攻击之外 负责表演的偶像歌手奥斯丁与扣蒂辛普森 也都意外遭到了绿枝的袭击 我们知道在演艺圈生存很辛苦 而想要在美国好莱坞有自己的一片天更是不容易 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已经十分的困难 对于听力有障碍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 再加上适合他们的角色其实非常有限 因此比起一般人 听障朋友想要在好莱坞取得一席之地 可以说是非常的艰辛 不过美国听障协会最近举办了颁奖典礼 表彰那些在好莱坞奋斗的听障艺术家 不只成功地吸引到民众的关注 也同时激励了在这条艰辛道路上 奋斗的听障艺术家们 他们也相信在各界不断地努力下 他们的未来是乐观的 欧菲利一辈子都在读唇语 我出生的时候听力正常 后来我发高烧 持续了18个月 最后我失去听力 欧菲利既是时尚设计师 也是演员 她希望她的照片 能够获得正在选角的导演的青睐 欧菲利最近在短电影 没说出来的话中 担任女主角的角色 她希望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演出机会 对我来说这像是艺术 就像时尚也是艺术 当我演戏将角色和故事 连接起来的时候 感情非常澎湃 就像是把我自己 融到了剧情里一样 广受美国青少年喜爱的电视剧 《错位青春》 是欧菲利最喜爱的电视节目之一 在剧中 康斯坦斯·玛丽 饰演一位有听力障碍的 女孩的母亲 为了这个角色 她花了三个星期 学习美国手语 和身障朋友一起合作 就和一般人一样 没有不同 对我来说 这就像是让我走进了 有听力障碍朋友的世界 我们节目里 还有需要坐轮椅的人 以及不同族裔 非常多元 我认为 这才是真正电视上 呈现的社会 应该展现的样子 许多演员说 在这部电视剧中的多元性 并没有反映出 真实的好莱坞 好莱坞里有很多 有听力障碍的演员 但是演出的机会却不多 在听障界中 最有名也最受尊敬的 演员之一 是奥斯卡奖得主 玛丽·马特林 美国听障协会 最近颁发了 突破奖给她 美国听障协会 成立于1880年 是美国最古老的 公民权力机构 玛丽·马特林 打破了人们的 刻板印象和障碍 通常当人们看到 或听到 听障朋友时 普遍认为 他们什么都不能做 但玛丽·马特林 向大家证明了 我们能跳舞 还能够演戏 我们可以在一个晚上 募得100万美元 这就是玛丽·马特林 所做的 而她持续这么做 今年他们赞助了 第一届颁奖典礼 表彰好莱坞里的 听障艺术家 和那些支持 听障团体的人 马特林透过翻译说 情形已经进步了很多 但还要更努力 我们能做所有的事 除了听不到以外 我们什么都能做 我希望看到 透过有创意的方式 让这一切更有创造力 无论是导演 选角导演 制作人和编剧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多多少少的进步 但我认为 这些都还不够 像是欧菲利 这样的听障艺术家 不仅欣赏 马特林在荧幕上的表演 也十分尊敬 她对听障界 所做的努力 他们乐观地认为 错为青春这样的电视剧 象征着 他们将有更多的角色演出 今年美国好莱坞和电视圈 吹起了一股浓浓的宗教风 从上个月上映的宗教之子 到目前北美正在热映中的 挪亚方舟 以及其他电视频道 制作的节目 许多内容都是以宗教为题材 或者和宗教有关 光是今年一年 好莱坞就将制作出 16部大大小小和宗教有关的电影 这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 好莱坞电影 再次刮起宗教的风潮 虽然不见得 每一部都叫好又叫做 有些甚至会引起 宗教团体的不满 但故事背后 常常都有发人深省的意涵 不过宗教电影 需要哪些元素 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上帝之子是一部讲述 耶稣生平的电影 这部宗教色彩 较浓厚的电影 最近在北美票房成绩不错 许多教会 甚至租借整座电影院 供教友观赏 哲学系教授奥利弗说 这部描述耶稣的电影 锁定了基督徒的观众群 影片中没有电影制片人 单独或特别的观点 他们讲的东西都是 你认为你已经知道的 奥利弗说 2004年电影 耶稣受难季 成功在基督教市场中 获得好评 因此上帝之子电影制片人 也采取了安全路线 梅尔吉伯逊 备受争议的耶稣受难季 在全球获得了 10亿美元的票房 耶稣受难季在电影上映前 对新教徒 特别是大型的福音派教会 进行了大力宣传 奥利弗还说 梅尔吉伯逊 也具备某种艺术家气息 电影中暴力和两极化的描述 耶稣的受难 同时催眠了全世界的观众 上帝之子和耶稣受难季不同 他所锁定的观众群 可能也会比较快流失 另一部同样有关耶稣 但故事比较温和 讲述救赎的电影 是亚诺夫斯基的 《诺亚方舟》 描述世界末日的影片 内容比较沉重 但发人深省 亚诺夫斯基决定把重心 放在上帝的神法上 这也许是我们不愿意去想象的神 因为他并不友善 在某种程度上 亚诺夫斯基故事里的上帝 不是基督教里的上帝 奥利佛说 亚诺夫斯基的《诺亚方舟》 故事比较中于 《旧约圣经》的《创世纪》 《创世纪》比较被犹太人 基督徒和穆斯林 所共同接受 但电影可能不会成为 卖座大片 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墨西哥 《诺亚方舟》的票房成绩平平 观众普遍认为 影片太过黑暗 并没有真实呈现 摩雅的特质 许多莫斯林反对这部电影 因为伊斯兰禁止将先知形象化 不过 《诺亚方舟》可能还是会引发 关心环境保护者的共鸣 影片发出保护生态 与之共存亡的讯息 也能呼应今日世界 电影还使用了高超的电影特效 奥利佛说 尽管是最好的宗教电影 也很难定论它的成功与否 如果一部电影有它的艺术性 能传达强烈的讯息 加上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 那么就能为观赏者 带来一场视觉和精神上的饗宴 刚刚在电影里面看到 《诺亚方舟》盛大的电影场面 影片中上帝为了惩罚人类制造洪水 让人类面临世界末日的威胁 只有诺亚一家被神父有特殊的旨意 建造方舟拯救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 可能你会觉得这是电影里面的情节 但在现实的世界里 居然也有一般的民众 在自家后院里花了36年的时间建造大船 而且这大船的建造者没有任何的造船背景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建造一艘船呢 难道这是他的挪亚方舟吗 在这个普通的社区里 你很难不去注意到这艘巨大的船 今年82岁已经退休的迪伦 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在自家后院建造了这艘船 开始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什么工程 当他告诉我他要建一艘船时 我有点担心 因为他从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这艘船后来却成为迪伦一家 过去36年来 耗时耗力但热爱的工作 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这艘船 当别人拿这艘船花了他多少时间开玩笑 或者将这艘船和目前正在上映的电影 诺亚方舟相比时 迪伦总说他不是诺亚 这艘船长64英尺 宽19英尺 可以容纳24个人 海岸警卫队最近到迪伦家查看这艘船 并且核准了这艘船的建造 迪伦说 这不单是一个耗资百万美元的兴趣爱好 他还计划当这艘名为神秘玫瑰的船 建好可以下水的时候 他将提供人们租赁使用 不过他首先要想的是 当船建好时他要做什么 当我完成之后我要休假 带着我的家人到圣船来门特好好度假 喝酒玩乐 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 在自家后院建造起船来 许多美国人退休后的梦想就是开农场 但是农场生活的酸甜苦辣却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接下来我就带各位观众朋友 一起到一间维吉尼亚州的家庭农场一日劳动 亲身参与农场的生活 而我们农场的主角可不一般哦 他们是被称为中国四大神兽之一的羊驼 到底过程是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富尔比洛农场是马尔克斯一家五个人经营的家庭农场 女主人叫金吉尔 男主人叫伊莱杰 还有他们的三个儿子 泰勒 雅各布 以及乔 他们在2006年初买下了这座农场 实现了当农场主人的梦想 农场上的生活相当的忙碌 李亦华这个临时志愿工 来得宛如一场即时雨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早上通常做些什么样的工作 所以他们早上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做喂食的工作 刚刚他说他早上已经喂了那些小羊 然后现在他要准备去喂鹿 马尔克斯经营的家庭农场 饲养的牲畜种类繁多 有鸡 鸭 鞍唇 山羊 兔子 迷你猪 到大猪等等 牲畜吃的 喝的成为每天早晨最重要的工作 李亦华加入之后的第一件工作 就是喂食与换水 现在我们要准备去喂猪 刚刚比起来这堆这是猪 刚刚那是迷你猪 这些其实是纤绿猪 它们是很脆的肉的猪 我把它放在那里 好的 它们都在那里 所以我把它放在那里 把它放在那里 富尔比洛农场赖以起家的牲畜 就是原产地在南美洲的羊驼 Alpeca 数年前它被引进美国之后 兴起了一股饲养风潮 羊驼农场也接连开张 羊驼其实非常爱干净的动物 羊驼是群居动物 所以至少要两只以上才好饲养 它们很好照顾 但饲养目的通常是为了取它们的毛 而不是它们的肉 很多人把它们当成宠物来养 因为它们非常美丽而亲切 羊驼是警觉性很高的骆驼科动物 毛质柔软而细致 它们只有下颚有牙齿 上颚则是柔软的 吃草动作很温和 不会对草地造成伤害 对人类也非常的友善 今天是农场预定要给羊驼 Iver捡毛的日子 看了一华赶羊驼 所表现出来的城市香巴佬模样 依来捷教导了一华正确的动作 并邀请他参与围捕Iver的工作 过程其实还蛮顺利的 它们一下子就抓到了这只小羊驼 但是要把Iver拉去捡毛的过程 却是一拨三折 经济而在前面拉 一华这名临时工 只得抓着Iver的屁股往前推 动作不太专业之外 也不太哑观 然而另一只高大的公羊驼 此时却过来横加干预 不准Iver被带走 大羊驼在被伊莱杰上前 控制住行动之后 施展出了羊驼族的独门神功 吐口水 经过一番折腾 终于把小羊驼Iver牢靠地绑在地上 太幸运了 这个毛茸茸的羊驼 就是这个农场的主要牲畜 而我今天被分配到 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捡羊驼毛 翼华控制电剪的模样 依旧谈不上专业 为了保护小羊驼不受伤 还是由经验丰富的伊莱杰来动剪刀 荆棘儿和翼华则在一旁压制小羊驼 即整理剪下来的羊驼毛 完成剪毛之后的小羊驼 比之前的模样小了好几号 然而把Iver送回家的过程 又是一番的死脱硬拉 终于让Iver回笼之后 众羊驼们立即围上来 秀她的气味 想知道这个生面孔究竟是谁 美国流行音乐女歌手凯蒂佩瑞 凯蒂佩瑞的歌曲 一向都广受欢迎 而她之前也推出了最新专辑 超选光 其中的最强主打 Dark Horse 黑马一推出之后 立刻蝉联称霸 美国单取排行榜四周冠军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 VEOA卫视周末专辑 现在是新潮USA的栏目时间 现在创纪录人数的美国人 正在移入美国的城市 同时人们正在减少开车的习惯 大城市在努力提升地铁的运输能力 满足人们的需求 最好的例子就是纽约市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 舒斯曼的报道 在纽约市 一年中搭乘地铁和巴士的人 多达34亿人次 这个惊人的数字 相当于全美国搭乘公交总人次的 三分之一 在几乎所有美国城市 搭乘公交的人数 都处于60年来的最高点 通勤宣传组织成功车运动的 罗西阿诺夫 把这种现象归因于 年轻一代美国人 千禧族就是那些 在千禧年前后出生的人 对开车的兴趣小得多 他们属于城市族群 他们宁愿没有车 他们希望少一些责任 这种人很多 除了千禧族 还有很多人认为 公共交通又经济又环保 2012年在全美国一共有107亿人次 搭乘公交车 鲁道夫是铁路乘客网络的主席 公交系统更可靠了 我们有很多新车 我们的倒计时钟告诉乘客 下一辆列车何时到达 我们还扩大了辅助设施 纽约市没有停滞不前 乘客的需求要求当局搞几个 大型扩大公交项目 纽约的第二大道正在建一条45亿美元的地铁线 这条地铁线途径很多企业和公寓楼 可以减轻其他线路的流量 按计划 新线路首期工程将在2016年完工 在纽约金融区上班的人 不久将使用一个新的地铁转车中心 几乎所有线路都在夏曼哈顿交汇 新的中心将使乘客更方便换车 去纽约其他地方 或是去新泽西州 可能最有争议的 成本最高的项目 是连接长岛和曼哈顿中央车站的隧道 隧道成本高达70亿美元 通车后来自长岛的火车 可以直接进入纽约中城的商业区 埃尔伯特是大都会运输当局的董事 他说乘工车的人日益增多 还有几个别的原因 大家都在说 保险费在涨 汽车价格在涨 人们突然醒悟到 公交这个巨大的资产 用的很不够 每天昼夜不停的 纽约公交系统一年的维修费用 高达15亿美元 这是世界最古老的公交系统之一 纽约第一条地铁线 在1904年通车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BOA卫视的新潮UAC栏目 我们知道黑巧克力有助于预防心脏病 但是吃太多黑巧克力可能会对体重不好 不过科学家们说现在不用担心 他们正在设法把黑巧克力中有利健康的成分 提炼制成一种营养补充药片 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古蒂奇的报道 巧克力的主要成分可可 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黄丸醇 它能降低血压和坏胆固醇的水平 改善人体对胰岛素的利用 因此可能有助于减少中风和得心脏病的风险 华盛顿的巧克力制造商库马内利斯说 这是黑巧克力日益受到顾客欢迎的一个原因 黑巧克力对很多人有吸引力 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种口味 而且有好多文章都说黑巧克力对健康有好处 但是这些好处并没有得到大批人参与的研究的证实 另外在制造过程中很多黄丸醇被破坏 为了提高口味 制造商在巧克力里加了糖和饱和脂肪 现在科学家们要了解 未经改变的黄丸醇有哪些好处 他们计划对一万八千名成年人做四年研究 让这些人吃纯的可可黄丸醇药片 这是同类实验中规模最大的 波士顿布里干妇女医院的曼森医生 是这项研究的领先者 这种可可黄丸醇药片 不含热量 糖和巧克力中常有的饱和脂肪 药片也没有味道 参与试验的人分成两组 每天吃两粒同样的药片 一组人的药片是含黄丸醇 另一组吃的是安慰剂 试验者吃的药片里含的黄丸醇剂量很大 比人们通常吃巧克力的时候 摄的黄丸醇高十多倍 库马·内利斯说 不管研究结果如何 他都不担心自己的巧克力生意 人们享受教巧克力那种特别的感觉 不管他们最喜欢哪种巧克力 现在对黄丸醇的好处的试验 还处在初期阶段 科学家们还不确定什么时候 向参与者分发第一批巧克力药片 同时人们还是靠吃巧克力来摄取黄丸醇 接下来 要治好乳腺癌 及早诊断是关键 但是医学家们说 怎么样让人们知道 这个讯息是一个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说 一个叫做保持接触基金的组织 正在宣传让妇女自己检查乳腺癌 并且定期做医学检查 以其及早治疗乳腺癌 下面请看报道 这些洛杉矶的少女 在学习有关乳腺癌的知识 学习的工具叫除菊轮 这个工具设计成花的形状 教给女孩们怎样自己检查 只要发现任何不正常 马上去检查 虽然少女得乳腺癌的风险很低 但是年龄越大 风险越高 巴西尔在十年前他39岁的时候被诊断得了乳腺癌 当时我儿子才十岁 两个女儿是12岁13岁 我看着他们想 我家没有乳腺癌病史 可孩子们却有家族病史了 家族病史会提高乳腺癌的风险 巴西尔教育孩子们了解乳腺癌的努力 导致成立了这个教育项目 现在该项目已经在26个国家使用 乳腺癌发病率在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比较高 在美国每8个妇女就有一个 在一生某个时候会被诊断得了乳腺癌 世界卫生组织说 非洲这类地方发病率低很多 部分原因是饮食和生活方式不同 但是非洲的乳腺癌病例也在增加 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 去年发现自己体内有一种罕见的 基因突变后把双乳切除 这时人们开始关注乳腺癌 朱莉有家族病史 因此她得乳腺癌的几率比较高 朱莉的医生冯克说 教育和医学检查都很关键 冯克最近在一个犹太教堂演讲 这是她的诊所面向大众努力的一部分 保持接触基金 后来在洛杉矶的一次年度午餐会上 表彰了冯克和另一个同事 我们都希望能治愈乳腺癌或者能有疫苗 会有一粒神奇的子弹 阻止乳腺癌在体内生长 但那还要走很远的路 现在连地平线上都还看不到 所以我们对付她的最好办法 是及早诊断 早期乳腺癌的治愈率是98% 演员罗布洛的母亲和祖母 都死于乳腺癌 她帮助主办了这次午餐会 我不可避免地结识了很多英雄 有的是顽强跟癌症斗争的英雄 也有努力募捐帮助患者的英雄 还有努力开发医疗技术的医生英雄 所以我不可避免地受到激励 同时瓦西尔因癌症复发而正在接受治疗 她说她从未感到有更强的生命力 她正团播的信息是乳腺癌是可以打败的 另一方面 结合病的历史悠久 现在有新的药和新的检验方法 科学家还在研制结合病的疫苗 不过坏消息是 现在的病菌抗药性很常见 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的结合病菌 正被视为全球性的威胁 下面继续是新草EOC的报道 结合病的历史悠久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 结合病的死亡率比2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 但结合病仍然是个全球性问题 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感染过结合菌 有些人没有症状 但是因为他们体内带有病菌 所以可能会生病 法乌奇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传染病部门的负责人 多数感染结合病菌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 患结合病的风险比较高 每年都会增加800万个新感染结合病菌的病例 其中一部分人会有症状 去年130万人死于结合病 医疗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警告说 具有抗药性的结合菌已经成为全球性威胁 结合病是病菌导致的 结合病通过咳嗽传播 在芝加哥 史劳弗纳格尔医生一年 治疗大约200名结合病人 他通过skype说 治疗一旦开始 结合病菌很快就不传染了 所以治疗和预防是互相交织的 其实治疗就是预防 因为你一开始治疗一个病人 这个人就不再能传染别人了 问题在于有几十亿人 不知道自己体内有结合菌 这些人没有接受治疗 或者是已经停止服药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好消息 过去十年左右 病人数量和结合病致死的人数都在减少 这主要是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实现的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改善基础设施 改进医疗体系 改善治疗方法 疫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 不过还得等至少五年 而且必须先试验 所以可能会更长 化验可以发现潜伏的病菌 然后立即开始治疗 但是现在最需要的是疗效迅速的药物 治疗结合病需要每天吃好几种药 一直吃几个月 很多病人会放弃吃药 他们觉得太麻烦 不想继续吃了 如果说应该向世界发出什么信息 那就是 我们不能松懈 不能说 好了 我们取得一些进展了 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这是因为如果不及早控制结合病 让具有抗药性的病菌传播 世界将面临更加致命的威胁 我们反对 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 这个火腿之都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拍照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守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 你们看到他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于1960年 互产党军队势如刻 中华民国政府败送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极划方式垂直极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好的 在第一小时的节目尾声 一起来学习地道的梅语 请看梅语怎么说 1011音频 I don't have this kind of money This is just getting ideas for my man day You're...you're what? So my girlfriend has been cracking the whip lately for me to get my life in order 'cause we're getting more serious So I'm not allowed to do things like drink pop or eat candy or go to, you know, the bar with my friends to watch the game But I am not a pushover No I demanded that I get one day a month that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Uh-huh So what exactly are you planning for your big day? Hell no All I want to do is be at home and snuggle my girlfriend and catch up on Glamour Girls Oh my god It's worse than I thought My team! Activate you to the man cave with me Sit down Gentlemen We need light bulbs here We gotta help old Mike figure out what he's gonna do on his man day It is vital to his self-respect Okay guys, I do appreciate what you're doing here I really do But, you know, maybe I just need to accept this is gonna be my life from here on out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this It's real coke? I don't know how to drink real coke in I don't even know how long Girlfriend thinks it's bad for me You better drink it up then Quick, someone give me a coaster and a glass Glass and a coaster Men don't need a coaster and a glass Drink it straight for the bottle Footballs, that's good And let's do this thing All right, let's do it Okay, let's take care of the morning Any ideas? Wake up at noon You're pinched on ice cream For breakfast And binge watch SportsCenter on ESPN Oh my gosh, this stuff is genius Hold up I need to write this down on my printer I need a pen A pen! Use that! Write it on a scrap of paper All right, what's next? Log on to Xbox Live and play Halo for five hours straight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played Halo I don't even know if I remember where to put my fingers anymore So, it's like riding a bike Just get on and it'll take care of itself All right, afternoon, any other ideas? On to the sports bar and watch the game Eat as many spicy chicken wings as you can Oh my god, you eat nothing but Cheetos and cookies And drink nothing but Red Bull Sports bar awesome Chicken wings It's done It is Oh my phone's going on, hold on Hello It's Arthur Hi babe No, I'm doing great, how are you? Your mother's whe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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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not saying that I would love to meet your... No, that's fine, I can just, you know, do it another weekend Babe, that means I don't get to have one for like a whole month Bab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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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n't get... She hung up Shrewd She played the mom card No man can stand against the mom card The worst part is, everything we just came up with is going to go to waste All of it Yep, wish there was something we could do to help You know what, what if you guys went and did everything on this list? And then I just lived vicariously through you Yeah, I got to go watch this chick flick movie with my girlfriend Yeah man, I got to paint my girlfriend's house and wash her car this Saturday Yeah, I'm uh, I'm on dad duty Uh, with the kids, wife is taking a spa day with her friends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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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So you all are as whipped as I am? Yeah Hey, wants another shot of coke? Bring it Oh, wow You see Mmm, that really is good Yeah You're cracking the weapon Yeah Man cave 男人的个人空间 Let's go downstairs to my man cave We can drink beer and play video games all we want 下楼是我专属的地盘 咱们可以随便喝啤酒打游戏 Light bulbs 字面意思是灯泡 也可以引申为点子主意 Let's brainstorm and get some light bulbs for the new show 咱们来一次头脑风暴 给新节目想想点子 Binge watch 扫剧 I binge watched the second season of House of Cards last weekend 上周末我把纸牌屋第二季一股脑全看完了 Let's do this thing Let's do this thing It's done Alright Wit 形容词 字面意思是被鞭打 实际上指的是男人凡事都听女朋友或者老婆的话 七管炎 John is totally whipped His wife can wrap him around her little finger John是个七管炎 他妻子把他管得团团转 Watch board center Eat like crap Right Classic coaster OK 我没有拍到那个 Card 打什么样的牌 比如说 Play the moms in town card 打妈妈来访这张牌 Play the sympathy card 打同情牌 Don't play the cute little girl card It's not going to work on me 别跟我装可爱小女生 我不吃这套 她都在那里 It's not going to work G